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日本毕业生的收入有多少 这个在如果是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同学应该都十分清楚 可以不用看了 这是日本政府的官方统计2020年最新的 我们首先从那个学历的维度来看 这个这个就是图是横轴是那个从06年到今年2020年的那个调查的情况 然后纵轴是单位是万日币每个月的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有四条线 这四条线分别代表那个四种不同学历的收入的变化情况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 无论学历高低从过去十五六年的工资是一直是上涨的 但是上涨的幅度不太大 你就一万日币 多一点点啊 一两万日币左右 那么就是说 就是学历的话越高的话 工资是越高 研究生是最高的 大家可能好奇 就是说研究生里面为什么没有那个 分那个硕士和博士啊 是这样的 日本的话 日本这个社会总体来说 嗯 就是说愿意读博士的人比较少 特别是文科基本上那个 没有那个读博士的 很少很少风毛顶角 就是另类了 然后理工科 理工科可能稍微多一点 但还是大部分就是顶多硕士就毕业工作了啊 因为总体来说 那个在日本读博士 然后去工作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啊 对于大部分而言 反而就是第一个毕业很难 硕士三年学制 但是博士毕业是看你科研成果的 不是说看你读没读完这个年限 所以说很多人必表业 而毕业了之后呢 公司也不太喜欢 呃 工资的话可能也就比那个硕士生 呃 那个高个两三万日币 就基本上很很不值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不愿意去读那个 这个博士 但这一点和那个呃 欧美不一样啊 特别是美国在硅谷 很多那种刚毕业的博士拿很高的工资 然后呢 博士的工资也是要比那个硕士本科工资高很多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日本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就是说 所以他统计的时候只统计了那个呃 就是研究生 就包含硕士和博士 研究生的话是二十四万日币 然后本科是二十一万日币 然后专科十八万 高高中是十七万日币一个月 那么从企业大小的维度来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横州市的不同学历 然后三条线分别是大中小型企业的呃 工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2020年最新情况啊 呃 就是其实那个企业大小的话 对工资影响好像不是很大啊 就是高中毕业和专科毕业基本上几乎没有差别 本科和硕士有点差别 呃 本科研究生之间有点差别 研究生的那个差别 呃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呃 最多差一万日币左右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行业 就是看不同行业的工资情况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表格 这是那个呃 本科生的情况啊 本科毕业生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横轴是这个呃 就是不同行业的类型 纵轴是每个月的工资 呃 科研和技术啊 行业呃 工资最高 就类似于现在比较热门的IT啊 人工智能啊 互联网啊 企业做技术的啊 就是说 还有科学研究的做的 人 然后工资比较高 然后最低的就是餐饮 服务行业 还有酒店行业 工资是最低的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那个运输行业 还有邮政行业 公司也是很低的啊 但是最高和最低间差呢 大概2.6万日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差别比之前的那个 呃 学历之间的差异 还有那个 大小企业的差异还大 所以说呃 行业呃 很难决定工资啊 中国有句古话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囊 就是说在日本这一点也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是那个 呃成立的 那么日本毕业生的年收入有多少呢 呃 在日本的话 呃 除了月工资以外 还有一些这么些呃 收入或者福利 第一个是上班通勤的交通费报销 这一点是很不错的啊 无论公司大小 交通费一定会给你报销的 因为日本的交通费是比较贵的啊 大家都坐电车啊 平常基本上 很少有人打得起低吧 我觉得普通的上班族的话 呃 第二个就是奖金 一般是啊 正常的话是四个月啊 四个月的话是一般六月和十二月份 发两次啊 每次两个月 还有加班费 加班费这项在历史上啊 日本那个人就是为了混加班费 在公司待的很晚 呃 就是说 支付加班费的工资 公司很多 但是最近一些年 就是日本支付加班费的公司比较少 很多公司没有加班费 然后有加班费的话 可能就是说给你一个固定的值啊 让你去加一定程度的班 比如说你家加班三十个小时之内的 不叫加班 就是算那个固定的一个值之内了啊 特别是一些IT企业都是这样干的 还有就是公司的宿舍或者住房补贴 公司有有那个钢便的单身宿舍啊 或者是呃就是住房补贴啊 但是呢很多 但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公司和企业 如果是一般的公司的话 不一定有公司呃补贴 还有就是公司的其他的福利 比如说公司肯定有食堂或者是有饭补 食堂的那个饭费啊 中午吃饭呢 可能是外面的一半 但是吃的跟外面一样好 嗯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现在是吸引冠状病毒流行 日本的经济 包括全球的经济在下行的状态的话 呃就是说有报道说啊 就是 今年的奖金 估计就是说 可能会大幅的减少 所以说奖金和加班费这个 这个这一块 就是说不要期待太多 但是总体来说呢 就是说现在是 能生存下来就是很厉害的啊 呃 日本便生的那个年收入有多少呢 那么我们就这样算 就是算16个月 就是算4个月的工资 加班费就不算了啊 那么研究生币就是400万日币 那乘以6.5 就是大概是4,6,24 呃 高中是272万日币 但是呢 这个是税前的工资 我们知道日本的福利还是不错的 那么高福利是办 办出这高的税收的啊 那税后又能剩下多少呢 那每个月的工资 你需要扣除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厚生年金 这个就是养老保险呢 这个是一样的啊 这个也不便宜 那其他国家也有 那第二个是住民税 住民税这个好像是日本比较特别 人住在那个地方交税 一般新毕业生的话 第一年不收 从第二年开始收出名税 这个也挺贵的 一个月好像有1万 1万多 所得税 所得税刚毕业的工资不高 那所得税是比较少的 还有就是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就是 日本是全民医保 有这个健康保险之后 看病成人的话 只付30% 这个是超值的 我觉得是最最值得交的 然后健康保险也不贵 最后是雇佣保险 也或者说是失业保险 就是说你一旦没工作了 那么你可以 你三到六个月的失业保险 那你就是基本上能够 够活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的工资情况不一样 就是但是粗略估计一下 我算过大概要扣掉 月公司的15%到25% 那我们就是把刚才那个 税前的收入扣掉最小限度的15% 也就是乘以0.85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研究生的工资 到手是20.4 然后本科是17.9 专科是15.3 然后高中是14.45万日币 那么毕业生的年后的收入呢 税后 年收入税后是大概多少呢 那个研究生的话 是这1.85 就340万日币 大概20多万一点点 20多万人民币一点点 然后本科是286万日币一年 然后装课是245万日币一年 然后高中是230万日币一年 这个那个数据的来源 是那个日本的厚生劳动省 厚生劳动省就是 最近那个新型冠状病毒 经常有那个厚生劳动省的各种政策 就是管这些雇佣啊 或者是年金啊 就是这是社会那个福利 然后的一个政府机构 他有一个调查 就是工资的基本统计调查 就是针对刚毕业的毕业生的 这是20年最新的统计 这个数据的话 凭我在日本这么多年的经验判断 我觉得还是蛮准的 蛮可靠的啊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统计数据会不会有问题啊 然后不准啊 但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反映的现实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还有我认识的人的朋友的经历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那些极其优秀的 去外企的 外资的 还有那些就是说 能去日本比较顶级的 各个特殊的行业 像那个高工资的 特别行业的人以外呢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状态 谢谢大家啊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日本的这个 刚毕业生的收入 希望呢 大家 有 能够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现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